先把控制器盖子打开 打开盖子 拿下来之后把这个线拉出来 好,这个线拿出来之后断开 好,可以了 然后再开始拆上面 我们再拆这个仪表盖 先拆这两个位置的胶塞 用一个针或者其他尖锐的东西 好,再拆掉螺丝 仪表盖子螺丝 好,现在这样就整个可以拿下来了 好,我们先线给断开 把这个仪表的线给断开 然后 然后卡住的风鸣器拿出来 好,现在这个状态 螺丝拆掉之后要拆这根线 这根线要把这个插头全部拆开 然后这个插头拆的时候要记住这个线续 红,黄,黑,绿,白 这是五个颜色 五个颜色要记好这个线续 然后我们等下装的时候还要这样装上去 从这个位置要拆 从这个位置要拆 这个线头这个位置是有带倒钩的 用一个针 然后这样往下压一下 不要压得太过了 不然会压坏的 轻轻一压 轻轻一压之后 然后把线整个拉出去 好,慢慢拉出去 拉不出去的要重新再调整一下 那个钩还勾住的 勾住的 我们这个线头上面是打了胶的 还有一个就是有倒钩的 所以说拉的时候要稍微用点力 然后把倒钩调整好 把胶要抽开 好,现在这个线头已经拆好了 拆好了之后 拆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断电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打开 把整个杆子全部要拉出来 有钩烤住的 有钩烤住的 好,往上拿的时候 把这个螺丝送一下 这个螺丝一松就好了 好,然后再打上来 好,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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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把这个线拉下去 好 好,现在线拆成 这根线拆下来之后 这边也断开 断开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螺丝给拆下来就好了 这两个螺丝 这两个螺丝 这两个螺丝拆下来 好,然后再把这整根杆子拿上来 好,拿上来之后 现在就这个状态了 现在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再把这根线拿出来就好了 好,拿这根线的时候先塞进去 塞进去之后 从这个位置滑出去就好了 好,好,现在就是一整根线都拆下来了 这样就一整根线就拆下来了 好,来吧 好,来吧 小细兰 小细兰 Kleist兰 要 varias 就用下去 吸